尊敬的 注意法師 注意同修 注意護法 尊敬的我們正居士 大家早上吉祥 阿彌陀佛 今天在接這個大佛二的姻緣 再來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學習 學習佛法也是一種教育 所以如果講不對的地方 請大家多多批評 我們這一次的學習就是要來繼續跟大家來報告 如何讓我們這一生念佛 特別是代替能夠順順利利的 代替往生西方淨土 而到了西方極樂世界呢 獲得什麼樣的福報呢 這個就是要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學習 所以如果有講一些不對的地方 請你們多多批評 首先呢 我想跟大家先講一些鼓勵的 我跟許黎金總協會 我跟許黎金總協會 這些理念 這些理念 來去利益 我們念佛的人 所以你看 一年念佛都不中斷 你看 沒有聽說我們學的金總協會 這個星期放假不念佛 沒有聽說過的了 師父沒有了 我不知道 我以前到現在沒有聽過 這個放假休息太累了 沒有聽說過的 所以我對這個道場很喜歡 現在又加上每天晚上都有念佛 這個是講心裡話 而不是講那種華言巧語的 不是我們學佛的人一定要講真語 不能亂講話 不但念佛不中斷 而且講經不中斷 甚至有時候請法師來講經 你看以前我們做三十紀念 一年頂多兩次 現在加了至少四五次 這個有特別的一種特色 最難得的呢 最難得的就是最近 我們的正太的期情 每一個禮拜三晚上 星期三晚上八點半到九點半 有開了一個特別課 上課就是如何去認識佛教 這個很重要的 這個很重要的 希望大家歡迎加入 特別對於一些初學佛的 但是呢 你不能小看這本書 雖然看起來好像很基本的 但是如果你沒有真正去了解 對於這個佛法有正確的觀念 你對這個佛教 你對這個佛教你是不會有得到利益的 不要說得到佛教的利益 連你念佛都沒辦法得到利益 不要說得到利益 清淨心也免談 連清淨心都沒有 你怎麼能夠往生西方基督世界 那個是不可能的 所以師父以前在印尼大學 都在講這一本 因為大學生都是知識分子的 高等的知識 而且認識佛教 對於這些知識分子很重要的 不能小看他的 真的 跟我們念佛也關係密切很大 我跟大家先講一下 簡單的概念講一下 所以感謝我們的正太的邀請 所以每個星期三晚上八點半到九點半一個鐘頭 我跟大家講一個概念 很多人對這個佛教有一個嚴重的誤會 真的 甚至於等一下我又問你們 你們怎麼解答 如果你真的能夠解答出來 那你是真的寫佛了 很多人以為說 我燒個香 買個水果 來供養 或者拿著念珠 送一部經 念著做 或者我們來到這個佛堂 拿著墓儀 敲個大慶 或者我們坐下來 念阿彌陀佛 那個是佛法嗎 那個是佛教嗎 不一定 甚至於有人啊 會問我說 師父 佛教是迷信的 甚至於在佛教當中 在宗教裡面是最低級的 多神教的 甚至於有人也會問我 我曾經遇到一個護法 他很喜歡做善事 但是對佛法一窍不通 他甚至於有問過一個問題 他說 師父 釋迦牟尼佛館的地區有多大 釋迦牟尼佛館的人有多少 釋迦牟尼佛也不是當官的 也不是政治家的 釋迦牟尼佛他的精神是在教育 就是教育我們這些眾生 這一類的眾生 這一類的眾生的範圍有多大呢 釋迦牟尼佛教化眾生 這個教化的眾生的地區 範圍有多大 一個三千大千世界 一個三千大千世界 用現代話來講 是多大呢 有沒有人知道 可不可以跟我講 有多大 有沒有人可以說 一個三千大千世界 可以等於用我們現代話來講 一千個銀河系 一千個銀河系 換句話說 在這個宇宙上 只要在這個所有的星球 只要有生物 有生命 有人類 就是釋迦牟尼佛教化眾生的對象 你說這個範圍大不大 很大啊 所以很多人把佛教 把釋迦牟尼佛當作一種權威 好像做皇帝一樣來看待 不是 他是一位教育 那我們想問大家 什麼叫做教育 這個很重要 今天念佛能不能得到 另一這個關鍵在這個地方 那我問大家 什麼叫做教育 這個我們今天嘛 那個非常難得嘛 今天這個英文跟大家講講話 給大家做一個概念 讓我們學佛能夠得到利益 讓我們念佛才能夠得到利益 那我今天問大家 什麼叫做教育 釋迦牟尼佛講經說法 49年 共有五量五邊的法門 這五量五邊的法門 大家有沒有去留意 有沒有去注意一下 我們念佛念了這麼多年 釋迦牟尼佛最重要是講什麼 沒有人跟我說 釋迦牟尼佛的教育 而這個教育 釋迦牟尼佛最主要的是講什麼 有沒有人知道 請大家講出來 跟師父分享一下 宇宙人生真相 當然啦 宇宙人生 這太大了 什麼叫宇宙人生真相 我也搞不懂 什麼叫宇宙人生真相 多迷開悟 怎麼開悟啊 怎麼開悟啊 那我們開悟從哪裡開始 因為佛法 釋迦牟尼佛這五量五邊的法門 它一定要有一個中心 這個中心是什麼 它一定要有一個 一個終點 一個點 從這一點開始慢慢的發展 這些對知識分子的人啊 一個很有很大的興趣 那釋迦牟尼佛教育 這五量五邊的法門 而四十九年 都是為哪一個為中心 一個字而已啊 哪一個字呢 就是講我們的心 要記得 講你的心 就是講我們這個眾生的一個心態 釋迦牟尼佛告訴我們什麼呢 釋迦牟尼佛說 一切眾生有病 你看喔 釋迦牟尼佛直接了當喔 他沒有拐彎抹角 他直接了當就告訴我們 一切眾生有病 是不是 你有沒有病啊 你們有沒有去發現這個問題 所以 不但我們身體的生病 最主要的是講到 一切眾生心靈裡面有生病 那我們的心有什麼病呢 因為這是關鍵的 如果你沒有把這個問題解決呢 你怎麼念佛是不可能得清淨心的 你怎麼念佛 你也不會往生西方淨土的 是沒辦法的 你連這個道理你都不知道 我們的心病是什麼呢 很多 很多貪心 厭恨的心 稱惠的心 愚痴的心 傲慢的心 看不起人家的心態 對於聖賢的教會 有一種非常嚴重的 懷疑的心態 還有基督的心 殺到邪癮的心 妄以其以惡口的心 不善的念頭的心 還有自私自利 明文力養五億六成 種種的心 非常多啊 你想一想 如果你沒有把這個解決問題的話 你能不能得到清淨心 你能不能往生西方淨土 是不可能的尊敬的主義同修大德 這個就是釋迦牟尼佛的教育 但是有多少人 能夠明白這個世上呢 所以很多人 一般的人除了生活 追求 享受 欲望 天天都是從外面去追求的 以為外面的世界 能夠得到幸福美滿的完美的世界 能夠看得到嗎 看不到的 外面的世界 你要找外面的世界的美好 是找不到的 你看現在的人 生在富而不二 貴而不安 你天天能夠活得快樂嗎 你看看你們自己 你快樂的多還是苦的多 你快樂的多還是苦的多 不要說別人 看看你們自己都知道了 你想一想 你的生活裡面 很少人 很少人喔 冷靜下來看看 內的世界 很少人知道 內的世界 那個完美的世界 比外面的世界更美 很少人 很少人 都是常常外面的去追求 但是沒有冷靜下來看看 你的內心的世界 那個才是真正的完美 你想要找到幸福美滿 你要從你的內心的世界去 發出 外面是找不到的 但是你的內心的智慧 內心的完美的世界 那怎麼樣去發揮呢 你一定要經過這個教育 而這個教育一定要有一個正法 要有一個正知正見的 如果今天你看我們這個 修佛世界你看 這個時代 寫之寫見的多 特別你要找到一個 有正知正見的法師 你才能夠得到你這個完美的世界 如果你找到一個寫之寫見的法師 你所得到的就是寫之寫見 就是 就是那種歪模 外道的 你不會得到的 所以這個佛法裡面 教育非常的重要 所以那個我們的正太 請我來跟大家這個禮拜三 我很喜歡 歡迎大家 有空可以來 加入我們的一部分 可以來一起來學習 說實在 說實在 我們都學習我們師父上人 我們法師走到哪裡 就是要學一緣 不能叛緣 有人請我們就來給大家講 沒人請我們就好好念佛 要過一種平平淡淡的生活 好好念佛 將來往生西方極的世界 比什麼更重要的 在一切事 在一切事 對一切人 對一切物 能夠盡量 避免不要去計較 不要跟人家對立 許諦而不叛緣 什麼樣的 比這個更好 所以尊敬的 最同修大的 能夠懂得 學習放下的 也是一種幸福 這個是我自己的認為 因為這個生命太短促了 人生太短了 今天我們能夠遇到這個法門 能夠聞到西方極的世界 無盡的莊園 無盡的美好 我們许緣就好了 真的許諦 不要跟人家對立 也不要跟人家斤斤計較 好也阿彌陀佛 壞也是阿彌陀佛 善也是阿彌陀佛 惡緣也是阿彌陀佛 順利也是阿彌陀佛 秘境也是阿彌陀佛 你看這麼好的人生 為什麼要把它變成 活得很辛苦呢 你要懂得 這個是簡單來為大家說明 那今天呢 是我們的佛二 今天是我們的佛二 剛才跟大家分享 大家明白了嗎 我們的佛教最主要是教什麼呢 就是你那個心 就是你那個心 一切法為心照 所有的萬物都是從我們的心 而開始的 所以釋迦牟陀佛 講經說法都是講這一個 才會有今天稱為八萬四千法門 這八萬四千法門 都是對著我們的心 我們的煩惱 我們的习氣 所以佛教最主要的 這八萬四千法門 都是繞著這個心 而慢慢的發展出來的 怎麼樣 讓這個心 真的得到清淨心 明心 見性 大策大悟 這個就是佛 教學的目標 教學的重要性 對於一切眾生的期望 那今天我們念佛也是一樣 你的心如果沒有阿彌陀佛 你的心如果沒有阿彌陀佛 你的願你沒有阿彌陀佛 你念佛是沒辦法得理的 所以一切法為心照 以心的開始 好 那我們今天佛二 一般在道場 都是做佛妻 做佛妻 那這個佛妻的起源 大家都知道 那為什麼我們要做佛妻 有一般會做佛三 或者佛二 或者佛五 那我們為什麼要打佛妻呢 他有三個目標 有三個目標 你跟阿彌陀經不是講嗎 釋迦牟尼佛告訴我們 我們這個佛妻的起源 是怎麼來的 就是阿彌陀佛 在這個釋迦牟尼佛 在彌陀經裡面告訴我們 若一日若二日 就是說告訴我們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聞說阿彌陀佛 指此名號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 得一心不亂 即得往生阿彌陀佛 極樂國度 所以今天我們念佛 打佛妻打佛二 沒有別的就是要一心不亂 最主要是在這個地方 只要你能夠在七日當中 你能夠專念這一句阿彌陀佛 你就能夠得到一心不亂 所謂念佛首先要先學習什麼 你要一心不亂 首先你要學習先學專 專注這句名號 專心在這句名號 你才能夠打到一心不亂 所以學專很重要的 你念佛的時候 不能胡思亂想 三心兩意的 可在念阿彌陀佛 你的心胡思亂想 想到那邊 想到這個地方 想到那個 想到這個 沒有好好把這一句阿彌陀佛 專專心心來專注這一句名號 你怎麼能夠得到一心不亂呢 一心不亂用我們 以玄狀大師來翻譯 一心不亂是絕摩羅斯大師翻譯的 以玄狀大師而所講的 就是得到信念 這個信念是什麼 你的心 你的心 就是跟阿彌陀佛相應的 除了阿彌陀佛之外 我什麼都放下 我執著這句名號 我什麼都不要 我好好地念佛 我這一天裡面 我這個短短的時間 一日一月 我好好地專注這句阿彌陀佛 就能夠得到 這個就是釋迦牟尼佛在佛說阿彌陀佛 你能夠這樣的修持 你就能夠得到 而得到一心不亂的果報 將來你就能夠 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就是換句話說 自有自在啊 生死無有寡愛了 就是生死自在了 所以今天我們念佛的人 一定要知道 念佛的目的就是這個 打佛七 因為以前我們就是隨緣的念佛 有空念佛 沒有空就不念阿彌陀佛 所以得到的效果 是沒辦法 所以以佛七這個精神 佛二佛三佛五的精神 讓我們這個心真正能夠靜下來 外遠方向 抓住這句名號 然後念這句名號 你就能夠得利了 那我們有沒有得到利益呢? 有沒有呢? 為什麼沒有? 心不鑽嘛 是不是? 你想一想 你是不是這樣? 所以真的 一切法門中 首先你必須要先學鑽 你學鑽 你才能夠得利益 不然的話 你是沒辦法的 所以 大師師傅在眼通章裡面 講得非常的清楚 靜念相許 不令間斷 所以 鑽 那個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念佛 所以我們念佛 應當要怎麼念呢? 《彌陀經》 《彌陀經》講得很詳細 就是要具足三種 這個條件 就是三之兩 有信 有怨 有行 你必須要具足 深信 深信 卻願 你真的用功 努力 精進 念佛才能夠達到 一心不亂 才能夠達到 我們所講的 往生西方級的世界的目的 這個就是我們 半佛七的起源 半佛二 佛三 佛五的起源 這樣跟大家簡單 來為大家鼓勵 不要浪費時間 因為我們的生命太珍貴了 再加上能夠遇到這個法門 非常難得 你不好好應用這個時間 好好應用你這個好的身體 這個身體啊 趁我們健康 好好來修行 將來啊 我相信 你們會得到 有無量無邊的功德利益 起碼 將來不到西方級的世界 我們也不會躲在三二島 那接下來啊 就是要繼續跟大家來說明 要如何 能夠這一生啊 遇到這個法門 順順利利能夠代替往生 而一旦往生西方級的世界 偶依大師啊 在彌陀耀劫裡面告訴我們 是什麼樣的果報呢 這個福報是什麼樣的福報呢 我們看下面 三個星期呢 我已經簡單為大家說明了 啊 啊 就是說 這個法門的特別 也 建立在哪裡 就是能夠代替往生 一切眾生 不論 你造什麼樣的業 無逆十惡 只要 在 那一念當中 或者 我們在 對於阿彌陀佛 能夠真正相信 而一事好懷疑 都沒有 你就能夠代替往生西方級的世界 那第三點 人一到西方級的世界 偶依大師是怎麼說的呢 就是告訴我們 一切眾生 一旦往生西方級的世界 就能夠得到 不退轉的菩薩 不退轉的菩薩 就是我們一般的經典所講的 就是阿偉悅智菩薩 尊敬的最童修大德 阿偉悅智菩薩這個身份 不是那麼容易得到的 是每一個人學佛的夢寐 得願望 不是那麼容易得到的 你看你想一想 你自己一貧無名煩惱未斷 又一個凡夫 連那個出國虛頭緩 你都比不上 只要你往生西方級的世界 你就得到這個阿偉悅智的菩薩 這個福報是從哪裡來的 給大家看一下 那一張剛才的那一張 對 你看 這個福報不是自己來的 都是阿彌陀佛本願的加持 如果沒有阿彌陀佛本願的加持 是不可能的 下面會跟大家解釋 什麼叫做阿偉悅智菩薩 你聽懂了之後 你會發現 如果這一生 如果我們今天 沒有往生到西方級的世界 真的你的虧真的吃得太大了 所以為什麼阿彌陀佛大師在這個地方 特別強調 告訴我們你要相信這個法門 因為在一切法門當中 在死方一切諸佛國土是沒有的 而且這個就是叫做什麼呢 說明西方級的世界跟一般的世界是不一樣的 不但不一樣 而且超過超絕 再找不到了 沒有了 已經沒有了 唯獨在西方級的世界才有 所以尊敬的這些同修大德 從這邊我們來看 你就了解了 很多原因 為什麼十方諸佛國土 沒有一尊佛都不勸導的 只要你能夠往生西方級的世界 你就能夠得到阿偉悅智的輔殺 所以釋迦牟尼佛在佛說阿彌陀星 我們看下面 所以釋迦牟尼佛在佛說阿彌陀星 請告訴尊佛尊子 他怎麼說呢 請和長我們一起來念 極樂國度 眾生生者 皆是阿彌拔具 請放上 你看 這個是釋迦牟尼佛所看到的 無論你是什麼樣的造的什麼樣的業 只要你能夠往生到西方級的世界 你就是阿偉悅智徒上 你就是阿彌拔具 眾生生者 眾生生者的意思就是說 是指十方一切的眾生 聽從他的老師 就是他的本師 像我們在這個Sofo世界 我們的本師是誰 就是釋迦牟尼佛 釋迦牟尼佛 釋迦牟尼佛勸導我們 你要發願 往生西方級的世界 釋迦牟尼佛 你生到西方級的世界 釋迦牟尼佛就告訴我們 皆是阿彌拔志 阿彌拔志 是印度文 是古印度 翻成中文 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不退轉的菩薩 你想一想 不退轉的菩薩 什麼叫做不退轉 下面會跟大家講 是哪一種不退轉 而這不退轉有多個 大家會跟大家說明 所以啊 保衛大師告訴我們 我們看下面的那一章 不論你是從凡聖同居土 或者你是下下品往生的 造了這些造業的眾生 無利十惡的眾生 下下品的 一直到時報莊園土 通通通都是阿彼拔志 什麼意思呢 只要你升到西方級的世界 沒有拐彎抹角 直接了當 你就是達到了圓滿正的三不退啊 這個三不退 你看看下面的解釋 你就知道了 每一個菩薩的夢魅 我們學佛每一個人都希望的 所以真的 你看了這個解釋 注解之後呢 你就會發現 人這一生不到西方級的世界 你的虧真的吃得太大了 所以我們不奇怪 為什麼釋迦牟尼佛連續的四次 在佛受阿彌陀經 勸導我們要發願求生西方 那我們來看一看 什麼叫做 這個三不退的菩薩 這個三不退菩薩的身份 是什麼身份呢 他的地位是什麼呢 就是七地以上的菩薩 什麼叫七地以上 用現代話來講 就是等絕菩薩的身份 等絕菩薩是後補佛的身份 大家一定要知道 一般我們見思煩惱 沉沙煩惱斷尽了 破一平五名 正義分法身 你才能夠正的 原教出主菩薩 你能嗎 你醒嗎 而原教出主的菩薩 距離我們七地以上的菩薩 有多遠呢 下午再跟大家來說明 哈哈哈哈 因為 等一下我們要念下 下至那個 念佛 剛才念的是上至相 下至相 十一点 我們要過堂 就是說我們要過五不十 這個啊 就個簡單來為大家說明 給大家做一個簡單的報告 最主要的 我們一定要知道 念佛的精神 學佛的重要性 這個一定要搞清楚 只要你能夠明白了 你學佛就不容易退心 你念佛就不容易退心 你會懂得怎麼樣去精進 勇猛用功 因為只有勇猛用功 你才能夠真正 你才能夠真正得到 將來你的方向 你的目標 這個就是簡單了 來為大家說明 下午我再跟大家來分享 今天如果有講一些不對的地方 請大家 多多批評 多多指點 希望大家 我們一起來念佛 一起來用功 謝謝大家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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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彌陀佛